进入经济智能手机连线时间 我们来连线台湾的实时评论员李建南先生 李建南你好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说 非方对台湾方面的要求已经做出了额外的让步 菲律宾所说的额外让步指的是什么 非方的态度为何会转向强硬呢 菲律宾是依他认定的事实 他认为他这个开枪射击是完全合乎一个程序的 那他如果合乎这个程序的话 那么枪弹不长眼睛 打到你呢 那么他表示遗憾 那么他也愿意给你一些 就是说同情的一个慰问金 他认为他这个事已经是很额外的让步了 因为你自己这个违法 然后你自己去冲撞警察 那讲难听点就是你找死 所以他认为这样 但现在关键问题 你认定的事实 是不是就真正的事实 你有没有隐瞒到那个 所以你这个事实 为什么没有让台湾的这个调查人员呢 参与去了解这个真相 所以这也是台湾不会服气的地方 但是台湾也没有办法证明台湾的说法完全是正确的 所以菲律宾后面应该他是不会再让步了 就是要是会订阅的 对面也有什么呢 那就是要是要解决的 也就是要解决定 但是我们再让步了解决定